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大宇县人民检察院出众权,打击污染环境犯罪 今年上半年,该院审查批准呆毒污染环境案件犯罪行员13人 提起公诉11人,不几次3人 2017年8月,犯罪嫌疑人谢某某,等在大宇县,南安着某天屁的山窝内 租用他人建立的土制锅炉用于焚烧费油电路板等电子垃圾1000多多 排放废弃污染周边环境,严重损害生态环境 2017年10月,大宇县公安局破获该案,并抓获十多名犯罪嫌疑人 该案提醒审查逮捕是,检察机关除对主犯批准逮捕办 对实施焚烧电子垃圾的工人,提供危险废物的运输者 提供山场的租赁者,认为都是污染环境链条上的共同犯罪者 对他们隐于以言成,以震慑犯罪 检察机关依法全部批准逮捕 在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,办案检察官发现另有两名同伙 参与焚烧电子垃圾租金的入股分红 检察机关认为其以资金入股获取非法利益 其本案共犯,应当予以追诉 2018年5月14日,大运县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一送起诉通知书 要求对这两名同案犯予以追诉 该案已于2018年7月25日开庭审理 法院将责任宣判,办理该案时 大运县检察院充分体现宽延相继的刑事政策 对案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,因其只参与一次押送 贩子情节轻微,在监督其拆除普制锅炉并补制副率后 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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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